為什麼今天是雙醫師 今天就是我與蕭玉醫 一分別代表就是 念外科的角度來講 皮膚病 濕疹這件事情 會來我們診所看診的患者 幾乎都不好治療 那我真的覺得 我們真的很像抓漏師傅 竟然會有一些皮膚病呢 他是做結構治療 或者是做針灸效果是比較好的 全身都消了 他本來全身都有濕疹 左腳 小腿肥腸肌 後方那個地方有一塊 就那一塊不會消 我就在那個地方下了兩針 下禮拜 那個禮拜也消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調屁股比調手更有效就對了 如果只有汗泡疹而已 對 他的手跟屁股 到底是什麼樣的關聯 就只能探究了 大家好 阿明師又來了 大家鏡頭應該看到了 今天不是只有一位帥哥而已 是兩位帥哥 大家夢寐以求敲碗已久的小雨儀 被我從Podcast拉出來了 那今天我們要聊的主題呢 其實是濕疹 為什麼今天是雙醫師 其實你知道嗎 中醫也有分內外科哦 我們趙海明師一直講這個觀念 今天就是我與小雨儀 一分別代表就是 念外科的角度來講 皮膚病 濕疹這件事情 那了解了之後 你比較知道 為什麼是選擇適合我的一個治療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談到這個濕疹 我不知道各位聽眾 觀眾到底有沒有去看過中醫 大部分我相信 十個有八個半的中醫 都跟你說 你為什麼會有濕疹呢 就是有濕氣嘛 但是這個答案不能算是錯 但是我覺得他至少是不夠完整的 怎麼說呢 就好像今天我常跟患者打一個比方 你在牆上看到了一個水字 或者是漏水 或者是避癌 如果水電師不過來 一看跟你說 你這個就是漏水 這個算是專業嗎 這不是專業啊 誰也知道 他在漏水嗎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我們二樓不就在漏水嗎 對 他就氣了 對啊 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 就像我們二樓的漏水 不要拿壺不開提拿壺 什麼原因呢 到底他是管道間漏水 外牆漏水 馬桶水箱爆掉漏水 還是各種原因漏水 我們把它找出來 在我們人體也是一樣 你到底是脾胃太濕 還是說你的水分發汗不完全 你有外感 造成你的體液都往上跟往外做分布 你的濕疹都長在頭部 或者是上半身的地方 那這些 其實這些蛛絲馬跡 一個有經驗的中醫師 就要像這個抓漏師傅一樣 去抓你身上的肉 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比喻超級好 因為說到底 會來我們診所看診的患者 幾乎都不好治療 那我真的覺得 我們真的很像抓漏師傅 原因真的非常的多元 剛剛你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我在看皮膚病人也有看到說 它有分成兩種類型 結構方面的 跟內臟氣血這方面的 主要就是往這兩個方向看 竟然會有一些皮膚病人 他是做結構治療 或者是做針救效果是比較好的 可是又有另一個類型 他是反而是吃藥會比較好 你有沒有遇過這類型的患者 有啊 我上次不就問過你一個患者嗎 阿民是這樣想 讓我想到一個結構治療 治療濕疹成功的案例 雖然我也是用阿民是教我的方法 偷吃補 我有一個患者 我用各種方法都試過 輕熱力絲發汗 各種有的沒有的 怎麼殘退 怎麼蟲都給他用下去 全身都消了 他本來全身都有濕疹 都消了 最後就剩下左腳 小腿肥腸氣後方那個地方有一塊 就那一塊不會消 上次阿民是就跟我分享這個觀點 說如果說只有單側的 我記得你這麼說嗎 只有單側的 可能是因為那個地方皮膚卡住了 我就在那個地方下了兩針 下禮拜那個地方也消了 就大範圍的那種情況 你用藥洗其實就改善了 調整 那如果說有一些局部的地方 你用局部的一些紮針 或者是結構調整 他就改善比較快 因為我有一個觀念 就是無論中西醫 每一個治療 只要他方向是對的 即使不是馬上痊癒 但應該很快就見效 好像丟個石頭進去食堂 還沒沉到底 但至少不通有聲 如果說一個患者 他用藥用很久都沒有好 我通常會看說 你的濕疹好像都長在同一個地方 幾乎都在同一側比較多 他不是兩側均勻的那種 那這種類型跟結構歪斜 產生的那種修復能力差的 觀點就比較大 阿民說我有問題 聽你這樣講 那為什麼局部紮針之後 它是會改變局部的結構 讓它變得比較通暢嗎 人體其實是喜歡均衡 而且不喜歡太過度壓力的 如果是紮針 它的原理 就結構的角度看是 我藉由針 我局部產生了一個壓力 我們的腦部就會覺得說 這個地方好像壓力特別大 我們的神經會控制我們的筋膜去動 挪移到一個 可以把這個壓力分散掉的一個狀態 藉由這個過程中 我們的筋膜的位置就不同了 所以紮針呢 你通常第一紮著 開始好痛 那但是慢慢的覺得好像越來越不痛 我好像覺得身體有在流動感覺 哇 這樣某些地方會跳 其實就是你的筋膜在換位置 好像板塊移動 換到一個 好像針比較沒感覺了 表示你就可以把針了 這就是針在改變結構 產生一些好像類似氣感的 我的權勢 聽起來好像是它那邊原本有一條河道 那它塞住了 淤塞了 我們紮針就好像把這個淤泥把它清掉 那水就重新流動起來 灌流起來 對 如果說你局部那邊像你講的河道淤積 它的毒素要運送出來代謝也不容易 我們要運送一些修復物質過去 讓它重建也不容易 所以它好像那個地方就變一個廢墟的感覺 那結構治療 或是我們講外科的觀點就是 我要重建這個地方的河道 讓它可以過去重新重整 真正最好的醫師是患者自己 我們的角色只是一個很協助者 讓身體可以 陰勢力導 就是消息師最常教我的 陰勢力導 讓身體自己改善 你剛剛講這個陰勢力導的例子 讓我想到 其實不只是濕疹的治療是這樣 青春痘的治療也是這樣 OK 以前我們的老師在教我們的時候很簡單 青春痘就分成寒的熱的 我以前就一直有一個疑問 我說寒的很好理解 因為青春痘是一種挫瘡感菌的感染 它本質上是一種發炎 我們用一些寒的藥 一些消炎的藥 這很正常很容易理解 那請問用熱藥用補藥 這什麼邏輯啊 你剛講這個忽然讓我忽然開朗 你分享一下 因為你看啊 這些補藥 這些通的藥 其實是讓局部的循環變好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河道 它變好之後 血液可以運送 氣血可以運送一些營養物質 修復物質來到那邊 所以我們會發現 用了之後 它局部的循環反而變好 而且這一類的患者 通常都是之前在吃黑酸 或者是一些酸類藥物 狀況比較不好 可能塗了會消 消了之後再漲 原因可能就是因為你講的 它的修復跟營養物質 循環是不好的 大家都有各種皮膚問題 肢肉性皮膚炎 汗包症 異味性皮膚炎等 這些也都是我們身體太刺所造成的嗎 其實這個牽涉到我們中醫跟西醫不一樣的一個名詞定義問題 因為比如說像剛剛講的這個汗包疹 它有它特定發作的部位 通常汗包疹都長在我們這個 我們中醫叫黑白肉劑 比如說我們這個手掌伸出來 大概在這個黑肉跟白肉中間 腳掌也是一樣 就在黑白中間 那它會形成像水泡 會很搔癢 摳破的話會有主機流出來 那不同的形式 我們通常會給它不同的名字 譬如說像你剛剛提到的異味性皮膚炎 通常會長在這個軸窩 跟國窩 就是膝蓋後方 但是就中醫來講 我們只看一個更大的範疇 就是它都是濕氣在身體裡面 跑來跑去 跑到哪裡 對我們來講是一樣的 最重要的還是剛剛那句話 抓肉 它到底從哪個地方露出來 其實就汗泡疹這個地方我想補充一下 我們從結構角度看汗泡疹 它不單純是手或腳掌的皮膚病 為什麼汗泡疹它常見的手掌腳掌 一定是這一個部位 或者是它相關的部位有問題 中醫有概念叫全息率 人不同的部位 他們是以某一種規律在串聯的 這很像是說 當我們身體一個部位受傷 塞住時 身體的一些相應的部位 可能也會跟著有塞住 這個地方發炎 其它相應的部位 也會有一些發炎的跡象產生 很像是鋼琴上 中央有一個地方 豆 可是我可能好幾部的豆 可是它音頻不同 高音的豆 它發炎的時候 可能其他的豆 低頻一直到最左邊的豆 可能都會有一些反應 這就是類似全息率的概念 它是一個鎖鏈的感覺 手掌腳掌 其實它跟我們的會音部 關聯性是滿大的 我發現汗泡疹的人在會音部 甚至在骨盆項深處 它的循環是比較差 可能有伤 有可能有一些内科问题都有 但它的结构差的时候 往往我们用改善骨盆腔内的方式 比如说我会修复它的骨盆的关节 有时候会用一些药 去通它的会音部 或者是骨盆腔深处 它的汗泡疹其实好的 我的观察 比用单纯皮肤科长用的那些中药 会更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调屁股 比调手更有效就对了 如果只有汗泡疹而已 对 它的手跟屁股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联 就值得探究了 我觉得你刚刚这一段真的讲得很好 因为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 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有不同连结的 像我上次看你那个脸针的影片 你上次跟我 我记得是这样 这个脸针 这边有没有办法提 跟松紧度跟右手有掌 有没有谈它有关 我回家试了好几遍 我一直觉得我心里作用 但是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太厉害了 手就治屁股 脸就治手 也不止有多这一组 还有瑞这一组的好厉害 我还以为你变瘦 原来是脸变小 按穴位这件事情 或是针灸在某些穴位上 这是有用的吧 请问夏列哪一组穴位呢 就可以治疗皮肤病 还有什么 天哪我头好痛 对对对 很多人他发了满身群麻痘 同意是说 这个是感冒 然后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 我来看群麻症 为什么是感冒呢 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容易发群麻症 因为体液的堆积 又没有办法把它焊出去 就是又没有办法把它发出去 这个压力就会造成皮肤病 发炎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好处 其实发炎最大的好处就是通 我今天已经帮你把什么东西弄好了 风调不再滴水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买一台除湿机 把你室内弄得干干净净的 这个除湿机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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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